好 我們來看題目 就是問你誰吸熱誰放熱嘛 你有背 剛才講過了 大部分都放熱 放熱不用背 把吸熱背起來就可以了 電解硫酸頭要吸收電 要吸熱 黑對 溫度不要放 容易 外面的溫度上升 表示我放熱 它的溫度就會上升 所以吸對 溫流酸吸氏沒有特別背貨 放熱反應 所以出對 燃燒就是劇烈的氧化 或者是劇烈的化學變化 會產生光跟熱 所以燃燒一定放熱 所以B錯 所以答案是B 所以這裡誰放熱 就我們剛才講過 當然跟你講過了 誰是放熱 C 請坐 電解水要吸收電 吸熱 食鹽容易水 硝酸甲容易水 剛才讓你背 它會吸熱 所以只有氣氧化要容易水是放熱 請問你誰吸熱 誰吸熱 誰吸熱 黃伯祥 你說豬喔 沒有 你說 黃伯祥 燃燒一定放熱 酸飲中的放熱 新鮮的酸酸酮放熱 這是沒有推的背就是放熱 碳酸氫鈉受熱分解 所以它是吸熱反應 最後是問你誰吸熱 誰放熱 很簡單 接著一些 也是一些簡單問題 就是下列迅速何者錯誤 把前面該背的背背就知道了 產生什麼東西啊 誰有沈澱啊 誰有氣體啊 大理石加細鹽酸產生二氧化碳 A 錯 好 A 是錯的 它告訴你說 它說大理石加鹽酸產生濾性是錯的 其他都是對的 美代加鹽酸氫氣 活性大金屬加細酸產生氫氣 酸氧水分解產生氧氣 那氫鈉就是 碳酸鹽加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都是對的 所以我們只有 A 錯 那麼 十三瓶誰是有可燃性 誰放他叫可燃性啊 我們學過誰有可燃性 就是問他誰會產生那個玩意兒 誰會產生那個東西咧 你選豬 你做 誰有可燃性 氫氣 活性大金屬加細酸會產生氫氣 銅加濃膠酸產生的是二氧化碳 所以答案只有是豬 美代加細酸產生氫氣 有可燃性 此事題類似 誰沒有辦法得到氫氣 誰不能得到氫氣 所以前面背著吧 誰什麼什麼 基督就知道了 誰不能得到氫氣 有女生嗎 有 謝偉甄 C 你說C嗎 你說喔 原化雅鐵加鹽酸這個東西現在國中好像已經沒有了 其他的都是我們教過的 電解細酸就是跟這個電解氫氧化那一樣 腹脊會產生氫 鐵就是活性大金屬加細酸產生氫氣 鐵金屬以納鉀 鐵金屬跟水會產生氫氣 所以只有C是沒有的 C沒有的 就是我們 你把前面跟你講說什麼產生氣體啊 產生沉澱啊 把它記住你就會了 就是我們給各位做的一些簡單練習 OK